街市有不少游泳活魚 不過紅三魚和大眼雞絕大部分都是冰鮮 游泳的海魚不海球,為何會這樣呢? 海魚有分淺水魚和深水魚 生活在600公尺以下的是深水魚 特徵是魚眼比較大,或身體有發光氣 大眼雞和紅三魚都屬於深海魚 紅三魚身上有陣營光式線條 在深海會發光,用來吸引異性 深海的水壓比淺海大 當漁民將生活在深海的紅三魚、大眼雞捉上淺海 水壓會快速下降,魚身體內的壓力變大 很快就會將牠們的內臟逼爆死亡 所以絕大部分紅三魚和大眼雞一捉上岸 會立即一命護膚 養殖亦很困難,這兩種魚都習慣深海水壓和環境 如果要養殖,起碼要建造一個600公尺深的魚塘 深度比中環的國際金融中心更要高 要製造深海的海水鹽度和溫度也很困難 不合成本 很多香港人喜歡吃大眼雞 清淨之後點豆醬,做法簡單又好吃 不過想再好吃些 先要學會怎樣選一條好魚 首先要看看魚尾 紅性大眼雞魚尾好像燕子般分叉 肉質比較緊緻結實,大直些,魚味濃些 癡性大眼雞尾就是齊齊齊,細條些 魚油比較多,肉滑些 食工定食,就看你自己喜歡什麼味道 第二,就是要看魚眼 新鮮的大眼雞,雙眼晶瑩剔透,會反射光線 如果沒有光澤,可能是雪太久 最後就要用手指按下魚身 看看魚肉會否回復原狀 如果會,就代表有彈力 也是新鮮的訊號 只要合乎這三個條件 便可以選一條優質 又適合自己口味的大眼雞 大眼雞,大眼雞是什麼? 魚來的 這是紅山魚之類 米以為全部都是雞 大眼雞其實是海魚的一種 通常在魚檔可以找到 因為跟紅山魚一樣都是紅色 很多人會撈亂 除了魚身的花紋不同 明顯就是有隻大眼,很容易形 想選一條漂亮的大眼雞 都是靠隻眼 那隻眼睛要更蒸 那隻眼睛要更新鮮 買的時候可以按下它 魚身軟軟軟的話 代表魚肉沒,不要要 最好選魚肉夠實正 按至夠新鮮 之後看尾 尾的形狀不同,肉質也有不同 有 Los Angeles 你有沒有留意牠尾尾尾尾尾尾尾? 是沒有 對 沒有 按下 his cual 我喜歡的不是齊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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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他們是軟軟軟軟 hunter 原來大眼雞分工了 看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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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先 各有特色,視乎是怎樣煮 一般潮州打冷店做凍魚都會用熱味 看它肉質實正,又夠爽口 煮的話可以選擇平味,滑得來夠香 大眼雞又叫做剝皮魚 因為魚皮厚身又粗口,不吃得要剝皮 買的時候,老闆有時會問剝不剝皮 魚當我自己剝不到 大條是幫你剝的,細條是直接剝的 它不幫你剝的 有時它不向我剝的 魚當不肝剝,不是因為怕麻煩 是另有原因 其實我會叫人們不要剝,不剝會比較好吃 因為剝了後,肉質會比較粗口 所以我會選擇叫它不剝皮 連皮蒸,令魚汁不會流失 蒸8至10分鐘後,攤凍 用筷子一撥,皮很熱就會脫出 可以直接夾起魚肉 蘸上普林豆漿,送飯一樓 現在兩條紅衣魚超過一張紅衣魚的價值 大眼雞更誇張 現在9元兩,是144元 一條最少可能要超過8元 都不是每個街坊捨得吃 就是因為貴 多數選擇一三個多,四元一兩 以前我們小時候覺得石斑是最貴的 紅衣蛋雞基本上不值錢 現在風水輪流轉 身價分分鐘比羊斑貴 因為牠們是真正的野生海魚 這位街坊就懂得吃 牠魚就沒有聲味 而且甜一點 這些魚一打風 或者冬天就會少些魚船出海 變相貴 還有南海有魚期 又三個半月 所以就會貴很多 養又養不到 紅衣蛋雞 第一,是很心水 由牠的產卵開始 到幼魚 然後成長 所有生物的條件 環境的火衰條件 在人工的條件下 很難保持得到 要足都不容易 我們說這次正紅衣 紅衣,以正紅衣的 就是異議的 大眼雞又多人爭 大陸那方面的價錢 比我們香港好 我們香港 變相比我們香港少了 蛋雞花園 可能大陸 我們回來 可能要800元 或者700元 可能大陸可以給到900元 這麼貴 選的時候 當然要金正火眼 兩種魚都一樣 首先要看魚身 再看魚眼 最重要要有光澤 大陸生鮮 魚已經不是這樣的色 是白的 眼是萌魚 其實我們喜歡吃 這些小條紅衣 比較像半斤 或者700兩 如果我吃 我覺得它滑不少 大眼雞就多些學問 就是有分齊尾和長尾 齊尾是比較深一點的 而且它的尾也不同 如果是潮州人 通常會用這隻 因為這隻本身是實用少少 如果它放涼後 它都會有分上限 實用 還有口感 在這裡 好消息是 對 之後會更加多些 就會再吃 對 去潮州達蘭埔 必有潮式大眼雞 逛逛逛逛 都百多元一條 不是個個都捨得叫 都是凍魚 在家製作都行 不用付錢出去吃 你有所不知 買到這麼貴 是有原因的 又在街市買開的 都知道大眼雞比較貴 一般要七十幾八十元一斤 部份打蘭店會選擇 用魚鞦釣的大眼雞 魚腥比較完整 來貨也更貴 釣的大眼雞有時 八一元一斤回來 有時九十幾元 持價不同 藏正鞦魚期 試過最貴要八二元才有一斤 所以大眼雞賺不到一半 貴 除了來貨貴 打蘭店也做得特別好吃 在家製大眼雞 一般都是滾湯或者清蒸 我們是濕的 即是用鹽水 和那些 煮凍蝦的水 來濕 所以才鮮甜 好吃 因為吸收蝦蟹的味 海鮮味突出 就算不點普寧豆醬 或者醬油 已經很夠味 賣百多元一條 真是物有所值 在家製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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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